嗨大家好我是Jasmine 今天這支影片是我的第一支合作影片 覺得非常值得紀念 然後那時候收到BHN邀請的時候 我也覺得非常開心也非常期待 因為這次的產品我覺得非常非常適合我 那主角就是他肌底保濕精粹凝凝凝凝 那為什麼要選擇這款凝凝呢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保濕真的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 那像我以前剛開始接觸化妝保養這類的事情的時候 那時候一開始比較專注在化妝品上面 就是想說要買什麼化妝品啊 然後要怎麼化啊什麼之類 就比較不會去注意到保養的部分 畢竟以前剛開始化妝的時候年紀也很小 皮膚那時候都很好 根本不會覺得說保養得多重要 自從就是慢慢開始有了一點 也不是年紀 但是就是稍微變老了一點 因為化妝久了 然後如果你保養沒有做好一定會有一些肌膚的狀況 對然後就開始知道要保養 認識保養之後才知道保濕的重要性 因為保濕如果你做好的話 不但你素顏的時候看起來皮膚會比較好 比較透亮 如果上妝的話他也比較服貼 然後持久度也比較高 就比較不會那麼容易浮粉啊 或是有乾皮啊 起皮那種現象 所以其實我的保養大部分都是以保濕為主 我真的沒有太多什麼美白類產品之類 那再來就是現在天氣已經轉涼了嘛 我這邊算是秋天吧 但我自己覺得有點像冬天 就是已經差不多六七度都是一個常態 那台灣現在應該也是轉涼了 那再加上我現在在德國 所以整個是乾上加乾 所以保濕對我來說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我的臉頰這邊啊 那我皮膚是屬於混合偏乾的 那在夏天比較還好 但冬天真的會蠻乾 臉頰跟眉間還有鼻翼都是容易會有乾紋啊 甚至我的眉間就是這附近 眉間啊眉毛上面這一塊 都會超級容易有乾紋 我就是真的乾到不行 我也不知道什麼特別這邊超級乾 再來我覺得這關靈動非常吸引我的原因就是 如果你們有長期看我的影片 或是有看我的Instagram 他應該都知道我現在在Aidella實習嘛 那雖然是說是實習 但是其實就是禮拜一到禮拜 我是full time要上班 然後公司又離我們試東西很遠 所以我早上真的是非常乾 幾乎沒有什麼時間可以好好做妝前保濕 沒有辦法像平常在家那樣一層一層保濕慢慢做好 然後等它乾 所以這款靈動就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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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 因為它的質地很清爽 然後保濕力又非常夠 那質地清爽的話 你上上去它一下就洗手頂居 一下就乾 你就可以馬上上粉底 綜合以上原因 那時候我接到BearTran 這一關靈動的邀請的時候 我就非常開心 因為我覺得是一個很適合我的產品 然後也可以藉由我現在的狀況 來體現給大家看 這關靈動實際使用在這樣子的狀況中的效果是怎麼樣 好那如果你也想看這關靈動上臉的效果的話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好那我們現在就直接試用在臉上給你們看 那今天使用方式會以半臉 就左半臉是有上凝動 右半臉沒有上凝動 這樣可以比較兩邊的差異 那我現在臉上已經上好化妝 所以我們就直接上精華液 那今天使用的精華液是三倍極潤保濕精華 這精華液擠出來的時候會有一個很像貝殼光的東西 但我覺得上在臉上就是跟一般的精華液光澤差不多啦 沒有特別就是有什麼神奇的光澤 然後上完精華液以後就是今天的主角 也就是基底保濕精翠凝動 剛上完以後光澤大概是長這樣 那這邊是沒有上的 應該可以看得出那個保水度有差 再來我們就來上活泉保濕水CC防護隔離乳 那這個CC霜它本身就有SPA50 PA++++的防曬系數 所以如果上這個我就不會再另外上防曬了 而且這一款它有就是潤色的效果 所以算是可以先校正指腹色 上完CC霜的樣子 再來就是粉底 我現在上好粉底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兩邊的差異 包含服貼度有沒有乾紋之類的 可以看到這邊臉頰的部分 兩邊這邊的妝我用鏡子看是比這邊更貼的 這邊感覺的出稍微是比這邊浮 然後再來是我眉毛這一塊是很容易乾的 就是上面眉毛眉尖這邊很容易乾 那也可以看得出來這邊的乾紋是比較少 那這邊就比左邊的乾紋再更多 那我現在就去把我剩下的妝都補起來 好那我現在臉上的妝已經都化好了 那我們來分享一下我最近 就是這一陣子都在使用這些產品的感受 那第一個就是這一罐 基底保濕精脆凝凝凍 對那這一罐在我臉上的效果真的非常好 因為我平常真的早上太乾了 這一陣子上班都是只有擦化妝水 跟一條就是法國買的妝前乳 剛上班最近可以看到一些乾紋 那更不用說就是到下午啊 傍晚就是下班之後 我臉上的乾紋就其實這邊 就這種都會超明顯一定會出來 那我最近這一陣子使用這個 就真的是只要有用 乾紋不會說真的完全消失 但真的會改善非常多 那第二個覺得它很棒的原因就是 我剛剛有講嘛 它的質地很清爽 因為有些凝凍或是撞添乳 所以它保濕力也非常夠 但是它比較濃稠 所以它吸收的時間需要比較久 那我早上真的太乾了 所以這種東西對我來說就不太適合 再來是這一個 三倍極潤保濕精華 那我自己是還蠻喜歡這一瓶精華 我覺得它跟那個凝凍搭配起來使用的效果 真的有加成的作用 但是我覺得它的缺點就是 我覺得它價格真的有一點太高 如果你是預算有限的人 我建議你從凝凍開始下手 然後他們也有寄這罐 算是化妝水吧 活泉平衡肌能水給我 那我自己只用了 你們可以看到 只用一點點 因為它有酒精 然後我用起來臉有點過敏 就是會有點癢 再來是他們的CC霜 那這個CC霜是膚色的 所以稍微有校正肌膚的效果 然後它有防曬係數是SPF50 PA++++ 我覺得算是還蠻高的 所以如果平常我沒有特別要去拿的話 可能只是去超市買菜這種 我就會直接擦這個就出門了 那對於這一系列的產品 整體我是感覺還不錯 唯一有個缺點就是它的香味真的是蠻重 就比起我平常使用的那些保養品 它屬於香料加的蠻多 所以味道會蠻重的 所以如果你是對於那種化妝品 味道比較敏感的人 我建議你去櫃上先試試看 問問看 那如果你真的可以接受的話 再入手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這款凝凍我用起來真的是還蠻驚艷的 雖然我是試用一段時間 但是我中間有一兩天 因為我去拿了一個粉底的試用包 想要測試它真實在我臉上的效果 我就沒有用凝凍 結果乾紋就馬上跑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款凝凍的保濕力 是真的蠻顯而易見的 那如果你也是乾肌 或是冬天底妝容易有狀況 或是你也是像我一樣 早上超級乾 沒有時間好好保濕的話 我覺得這款凝凍真的是蠻值得入手的 那我覺得這次很棒的是 BHN有提供一個正貨 就是這罐凝凍的正貨 就是這幾夢啊 50夢 要給大家抽獎 所以你只要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在這個影片按live跟留言 那就有機會抽中這罐凝凍 那希望大家可以 永遠參與這次的抽獎 因為我覺得這個凝凍真的是蠻推薦的 好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啦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